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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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外奥科技 获取正向力 我是陈陈陈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 华为MAT96无限量 这个机子客人反映说在家里充电 然后突然就不开机了 然后发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也尝试过开机也不行 那么客人表示说里面的资料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无用如何都帮它修起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拆客机器 检查一下什么情况 好 我们先夹电 看一下电流情况 夹电正常 然后开机 50 定一会上来 有上来到100 那么像这样的电流 我们在实际维修当中遇到的比较多 一般来说都是CPU到硬盘之间的问题 要么CPU要么硬盘 但对于我们维修来说 是要有益而难的 像这种定电流情况 苹果也有比较多 一般都先动硬盘 因为硬盘需要也会导致这样电流 CPU需要也会导致这样电流 那么由于硬盘比较简单 然后风险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建议先动硬盘 不行的我们再去动CPU 其他都不用考虑了 这个电流 硬盘在罩子下面 我们需要把铁皮材给它剪掉 这个地方 我放在下面不是很好剪 拿出来 好 好像没有什么边胶 主要是下面有胶 边上不多 过一下吧 好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选一个下刀的位置 开始撬 这边啊 拿出来吧 拿个罩子照下CPU 稍微安全一点 好 开始 可以 下除胶 可以 边上还有点 我们用镊子 带一下啊 好 这里还有一点点啊 这里还有一点点啊 好 处理芯片 哪个纸啊 哪个纸啊 忘一碗啊 等下 呢 有点 OK 放点焊油 好 我们稍微量一下 然后再上电视一下看 放点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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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是一样 可能优有问题了 还是一样定在100左右 把这个硅子给它先弄掉 好 先除变焦 我们拿出来焊 放点焊油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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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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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上 可以了 我点了比较短的时间 要长一点 它长了大概4秒钟 好 可以了 那么现在是可以开机电流 然后我们装到它框里面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进到系统里面 看资料还在不在 亮起来了 已经可以了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 大哥你快一点 快一点 来了 终于可以了 开了这么久 有密码 看一下 0 648 确定 诶 有确定键吗 没有确定键 对对 0648 那这样 因为它的密码给过来又不对 输了两三回来不行 待会我们先联系一下客人 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密码才行 这个资料肯定是在了 那像正常这个机器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太建议客人维修的 因为毕竟价值没那么大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资料 它说一定 一定要保 就非常重要 我们才这么去做的 如果以后大家 遇到手机里面有重要资料的话 请及时取备份 就是备在电脑上 也可以网络上 什么百度语言之类的 都可以 以免造成像这种情况 它说这个资料 什么什么什么 具体我们就不细讲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这么久怎么回事 我就想让它进个系统 它进不去 修个机子有点小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